3 3 3 訓練其實就是 就是電視上看到那些動作套招 因為我們跟一般工作也不一樣 我們是彼此堅持需要互相形容 包括拉威 我要相信我的兄弟可以幫我拉得很好 我要做反應 我要相信我的兄弟幫我保護得很好 所以其實在工作或是平常生活中 其實我們的相處是最重要的 所以在練習的時候 才會一直彼此培養默契等等之類的 這都是非常重要的環境 就假如說我今天是一個領導者 我今天不熟悉我兄弟的能力在哪裡的時候 我今天去工作我就塞一個很難 對他來說是一個很難的動作給他 那對他來說就是會造成傷害 那這樣是我的施政 所以你今天除了相處以外 就是更不熟悉彼此 你在出班的時候才會互相cover 你才能讓這個作品能夠越來越好 應該說我們最注重的應該第一個就是安全 就是在任何拍動作戲的場面 或者說其實不管做什麼工作都是這樣 安全是第一 再包括我們這個工作本來就是風險比較高的行業 所以其實最注重撇除任何技術 安全是最重要的 平常就是增進自己的身體 其實最主要是身體認知 就是你要去熟練動作 你才可以去配合然後降低我們工作的風險 便宜一個請大家這邊 棒 好 動手 這邊動手 就會晉身 碰天 其實我們就是一群熱愛動作的 一群兄弟 因為我們的動作人其實有點漂泊流浪 其實有點像是這個樣子 因為應該很多拍戲劇組都是這樣子 比較不穩定的工作 但今天我們有一個據點 有一個基地的時候 其實除了拍戲以外 我們還可以一起做很多事情 這樣除了其實我們就會有一個 第二個家的感覺 其實創造一個凝聚率 這個團隊的工作效率 或是說工作環境跟氛圍也相對比較好 那你在工作的品質上相對會提高 其實這是一個團隊最重要的一個目標 野心就是再多一座金馬獎 沒有啦 那個只是一個 沒有啦 最大的野心是希望大家不用為了錢 然後再擔心生活 大家加入這邊都可以放心的來這邊工作 不用擔心錢 我覺得這是除了工作以外最大的野心